穷小子好赌成性 半夜见到鬼都得打上一圈 胡国华见三个赌鬼看不见 他便开始偷看他们的牌 慢慢的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出千 就这样胡国华每把都赢 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 然而就当他们打到最后一圈时 三个赌鬼全都打出了西风 胡国华上前摸牌 自己竟也摸到了一张西风 然而就当他打出西风的瞬间 天空突然变得电闪雷鸣 一出钱就算了 可你现在追星 不想活了吧 胡国华认为他们看不见 还在一只脚面 结果下一秒竟看到 这些赌鬼的手上全是眼 胡国华被吓得想要把钱全部归还 可此时的那些银子 全都变成了纸钱 我不要钱 我要命 当胡国华在睁开眼的时候 一根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 他被活活地吊在了胡长寿的墓里 原来胡国华输光了家中的财产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刨开了他父亲胡长寿的墓 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 早已给他留下了后路 然而当他打开棺材以后 棺材里除了他老父亲的事故以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胡国华不敢相信 他断定一定还有机关 便开始在地板上找寻 最终他终于打开了暗格 找到了一个钱袋 然而当他准备带着钱袋离开时 一阵阴风袭来 随后他就在幻境里看到了那三个毒鬼 等他再从幻境中脱离时 他就被吊在了那根绳子上面 本以为胡国华这次必死无疑 可危机时刻 一只老鼠突然出现 他爬上了那根绳子将其咬断 胡国华才因此活了下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阴错阳差地发现了棺材上的机关 胡国华小心翼翼地打开暗格查看 结果发现暗格里 有一把胡长寿生前用的杵子 还有一封留给胡国华的书信 信封里有一张一千两银票的借据 借款人就是胡国华的二舅 胡国华立刻找到了他的二舅张德彩 结果门刚开 胡国华就被二舅打了出来 原来在立这个借据之前 胡长寿与张德彩有个约定 就是只有胡国华找到媳妇 这钱才能还 胡国华拿着二舅给了一块钱 正在发愁从哪里去找个媳妇 结果一转眼却看到了街边的纸扎店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买一个纸新娘 作为媳妇蒙混过关 我当心这纸人 真魔了 随后胡国华将二舅约到了客栈 并把准备好的纸新娘放在了床上 胡国华想借着灯光昏暗 只让二舅远远地看上一眼 可二舅却不肯罢休 非要看看他媳妇的长相 害怕暴露的胡国华 只能用自己挡在了纸人的前面 可没想到下一秒 一只手搭在了胡国华的肩上 再仔细一看 胡国华背后竟出现了一个女人 舅舅 你上个年纪 还是别吃这么多了 今天这菜实在是太好吃了